千十萬高端族去日本得多花三千五 但世界各國幾乎都不認高端 新加坡就規定你打高端 就算做了PCR都沒用 你現在去新加坡你就算花三萬五 你沒有打完三劑 他們承認的疫苗你也進不了 連周月寇都痛罵打高端是倒楣族 我們對於打高端的朋友 當然在這樣的不方便 我們還表達這是我們的歉意了 民眾狂問政府到底 讓高端賺了多少錢 高端2020年1月時 股價才30元 去年5月13號 蔡英文說要開打國產疫苗之後 5月17號高端股價衝上最高點417元 短短一年半股價狂漲13倍 總是直迫890億元 光在股市就賺到瘋 你說高端它特別不特別 它很特別 特別的就是說它漲完了以後 它自己獨自又漲一段 是不是有一些資金獨厚高端 這個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不只股市政府採購高端500萬劑 卻高達三分之一被丟棄 生技部調查更抓包 高端採購根本沒依法 做價格分析及數據 部分採購文件保密期30年以上 要到民國140年以後才解密 甚至高端四次交貨預期30天 實用署卻為預約罰價款的2% 只罰每日違約機 指揮中心被質疑根本貨航高端 請問一下它為什麼會持交 理由非常簡單 就是它生產技術根本就有問題 所以這不是包屁是什麼 這種說法很好玩很好笑 行政上面是有一個疏漏 黑托之詞就是鬼扯 他們很明顯就是審計部 已經開始處理了之後 他們發覺不對 所以只好趕快叫高端說 好吧你也賺那麼多了 國家給塞這麼多給你 拿個1000多萬出來 封一下他們的口吧 當高端券刀爆掉 政府疫苗採購賣豆丟掉 藍軍怒轟高官謝澤 最後卻是無辜的百姓坑苦果 記者謝紅如陳怡榮 拍拍報導